精彩节目即将开始啰 记得订阅喔 大家好 欢迎收看理财最前线 为你站在第一线 我是粉丝详響伟 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分享 我对盘氏的看法 那首先我们看下 这个国际经济这个重点大事 那昨天晚上 其实美国发生两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美国的5月份CPI数据 已经正式来做出炉 是这个公布值是有3.3% 那表现上是对于市场预测的3.4%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通膨还是处于这个稳步 温和下降的态势 那当然对于这个股市来说 是一个比较偏正面的利多讯号 那另外一件大事 就是这个联准会的利益决策会议 那我们也看到 在最新的利益决策会议 其实联准会对这个美国经济 还是相当具有信心 并且他们的一个官员 其实他们释出的看法就是说 他们认为说这个两个person的通膨目标 目前持续是有一个 进一步温和的进展 那另外大家比较关注到 应该就是这个FED最新的利率点证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利率点证图这边 其实官员目前是预期 今年这个终端利率是中位数是5.1% 就是说今年下半年还是有一码 一码的一个降息空间 那虽然上次这个降息的幅度 潜在是三码空间 是比上次来的收链 但是我们可以关注到说 其实这件事市场是已经原先就在预料之内 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 并不是太过于出乎预料之外了 另外我们可以发现说 就是明年205年 这个隐含的一个降息的幅度 是有一个四码的空间 也就是说整体看起来 其实联准会它只是降息的 时间也是向后递眼 但是这个利率 缓步向下降温的一个态势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现在的经济 还是相当具有韧性 所以最整件事来说 其实市场是对这个FED会议 是比较偏向正面利多 一个讯号来做一个解读 那这也带动其实这个前一天 整个美股科技股 其实涨势算是相当蛮亮眼的 那同步也是带动今天台股 是大涨了263点 最后中场是收在 22312点的一个位置 去续创一个历史的新高 那另外可以关注到说 其实今天台积电 是有做一个除鞋动作 但是非常快 在开盘后立刻来做一个填席 今天其实众所瞩目的 0094年 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这一档ETF 今天的收盘还是成功的 收复发行价10元的一个大关 那接着我们看到 今天的收盘数据 刚好提到 今天台股是创下历史的新高 中场是收来22312点 涨幅是有1点1个percel 那涨点则是263点 成交量部分则是来到了 5169亿元 那在族群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强势的族群 包括IC设计 那主要指标股就是在联发科 这边今天联发科 也是角出一个蛮不错的股价表现 那另外像是这个重点族群 跟轴承相关的个股 其实表现来说都是不错的 那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族群像是 这个汽车AM这一块 另外还有电子股的同伯基板 今天来说表现上是比较保守一些 接着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三大法人的一个动向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外资今天还是持续站在买方 是连续两天的买钞 今天买钞的金额也是蛮大的 是323亿元 投信的部分则是连久买 那今天买钞的一个金额实则是有5.4亿元 经营商同步也是站在买方的 那是买钞的17.9亿元 总计三大法人今天买钞的幅度是来到 346.3亿元 那可以看到其实法人对于台股 还是比较偏向正面来做一个看待 那就技术面上来说 虽然今天台股创下的历史新高 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到 其实今天盘中是出现一些卖压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K线图 其实是流失了一个 比较蛮明显的一个长上影线 今天上影线的点数是来到了128点 但是其实也不需要太过担心 那其实我们看到结构像 其实这一波的上涨 最近两天的上涨过程当中 并不是只有台积电来做一个独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小型股 也是有跟上涨势 今天中小型股这个代表的贵买指数 其实今天也是有上涨的 并且也是创下了一个新高的位置 是最高点是来到267点 整体来说其实两大指数 包括家群指数跟贵买指数 目前都是守在五日均线之上 所以整体的多放架构 其实并没有说太大的改变 但是毕竟考量到 这个短线上涨幅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各国部分 如果已经这个离越线的惯率 已经来到了相对高档区 可能这个位置就不太适合做 太过于积极过度追高的动作 那相对来说在这个位置来说 毕竟台股多方架构 还是有这个多方来持有这个主导权 所以相对来说 一些基期位界比较低的个股 并且现在有一个业绩的支撑 那并且大家可以关注到说 其实持续来到这个六月下旋 所以预料这个六月的下半个月 市场上这个投信做账题材 应该会陆续发酵 所以业绩好 并且基期相对比较低 然后投信的一个筹码 持续进驻的个股 我想在现阶段可以持续做个留意 那明天重要大事的部分 我想可以关注到的是这个广达合硕 还有世界的股东会 是要来做一个召开 另外还有日本这边 是会召开这个利率决策的一个会议 那另外呢 美国这边则是有公告 这个五月进出口的数据 另外还有六月密大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时 几项会在明天公布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持续来做一个关注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产业题材部分呢 可以看到其实AI还是大势所趋 那我想这个以台积电为首的半导体 相关的族群目前来看 前景还是蛮耀眼的 是我们现阶段可以持续做一个留意的方向 那就整体这个产业的概况看 我想这个美国科技大厂 包括这个苹果高通还有NVIDIA 还有这个超卫 其实他们对于先进制程的需求 还是相当的强劲 所以自然而然 我想这个指标的公司台积电 还是主要一个受惠的对象 那另外这个SAMI的部分 就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他先前的报告是有释出说 全球半导体产业在下半年有望 全面的付出也是比较正面的看法 那我想在整个这个市况的一个状况下 半导体相关像是验证服务分析服务 还有这个设备通路的相关厂商 其实前景都是可以值得比较正向的做看待 那据来说除了刚刚提到的台积电之外 另外还有3289以特 6196帆宣2360的致帽 以及543社重月 是现阶段可以关注到一些相关的公司 那举例来说我们刚刚除了这个台积电之外 可以关注到这个6196的一个返宣 那本身它是这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指标厂商 那其实它在手订单的能见度 目前还是在600亿元之上 那可以看到它的营收成长幅度 予有份也是较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是来到了26个percel 那今天我们看到字帽的部分 它本身是这个测试仪器制造的一个指标性的厂商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个AI跟HPC的趋势之下 是有利于带动这个SLT 也就是它这个系统级测试的一个相关设备的一个出货 持续来做增握 那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它5月份的营收年帧率表现相当不错 这个数字来到了成长37.66个percel 另外另外53次的重月本身是这个半导体通路的厂商 那我想整个半导体的景气是呈现一个复苏态势 并没有太大余虑 那其实重月它本身的营收占比当中呢 包括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材料 还有电子材料其实占它的营收占比 是有来到80个percel的一个水平 所以在这个半导体产业复苏的一个态势之下 我想对于整个半导体材料相关的 那或动也会持续的向上走 那我们看到其实相关的公司 包括在5月营收的一个成长率 都是呈现正成长 他们在这个2024年第一季 整个税后存益的年成长率 其实都是呈现一个正成长的态势 表现上是相当的不错 那这些公司就给大家做后续的参考 那接着在9点的节目 大家可以关注到 日本是否可以实现通膨三部曲 关键就看薪资成长 再请大家帮我关注9点的节目 那最后我请大家还没有帮我们 订阅按赞的一个朋友 帮我们扫描这个QR Call 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开启抢个铛 甜甜跟我一起学专业